男人不小心从万米高空掉下 同伴感到很伤心 突然一只巨手出现 直接单手把他抓起 接着一口吞了下去 而另一只巨人 从悬崖下爬上来 这个头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太高大了 慌张的男人有点慌张 急忙从背包里掏出工具 可还是没能逃过被抓的命运 接着他就被粘在面粉上面 巨人又拿了些调味料散了上去 可他的鼻子有点痒 掏了一坨奥利盃放在嘴里 接着将男人足足转了3.14圈 随后放到一边 看着眼前的女孩 他决定要换个麻辣的口味 尽管巨人的眼神不太好使 但他开始哼起了摇篮曲 因为这是他一年以来 吃得最丰盛的一次 随手拔下葱 接着又拿起筷子 直接插下去 这样火候能够更加的均匀 差点就要了男人的命根子 接着将饭盘端走 放在烤炉里烘烤 这火候只能说恰到好处 男人已经被烤得八分熟 可他不甘心沦为食物 而巨人拿下头顶的菜刀 对着白菜切了七七四十一下 这佐料算是完成了 接着他将里面的女人拿出来 放在案板上 准备给他做全方位按摩 当他要下手时 头顶的小帅直接从背后一刀 这酸爽让巨人一下哑巴呆住 疼痛让他失去了方向 他开始四处乱撞 接着直接撞到北面的南墙 瞬间隐恨西北 于是几人一路小跑 可眼前又出现一个大家伙 他们必须要想到对策 而此时的小帅想到办法 从附近的马蜂窝拿来一坨蜂蜜 小心翼翼地挪动 生怕被巨人发现 接着再一次向对方逼近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男人摘下纯铁的钢板 而另一边的小伙伴拿着蜂蜜 放在他的嘴里 巨人却还在昏昏大睡 突然他感到脑袋有点不对劲 缓慢迅速地站起来 可脚底没站稳 直接摔了个扑干 再次起身准备把头上的 不锈钢铁盔拿下来 在了九虎二牛的力气 终于摆脱 可他还有些没睡醒 看着在附近乱飞的苍蝇 小腿直接一滑 摔到悬崖底下 接着变成一颗流星 砸到凡间 然而就在小帅还在午睡时 似乎听到什么动静 居然是成板上千的巨人 他立刻躲起来 可对方有一个人类手里 他走过来刚想装逼 没想到强哥直接窜出 把他按倒在地上 然后摔到瀑布里 他急忙向岸上的手下求救 可他们却一点也不慌 接着两人展开了史无前例大战 他们不停地互殴 而巨人直接拎起大锤 在两人还在不断僵持时 武器却不小心滑落 接着用嘴把对方击退 然后将强哥逼到悬崖 小手使劲轻轻一推 就把他送到悬崖下 阿伟见到快要领盒饭的强哥 下一秒来到他的身边 开始拿起小刀 不断向他挑衅 还想继续时 却被对方反手偷袭 尖叫声一下 传遍整个山谷 接着以肉眼不可见速度地向上爬 瞬间把阿伟送去西北 他不断私声哀嚎 并向头顶的巨人求救 而他们还在不停地挖坑 砸了足足七七四十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等阿伟刚上来 一只和巴掌一样大的手出现 接着从他的手上 拿下纯铁打造的金冠 而巨人一下俯首称臣 原来这具皇冠是人类的皇帝打造 能够掌控巨人族 而他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 把人类世界全部占领 深夜一个女人来到男人家 突然地底窜出百米高的藤蔓 而女人不小心被压倒 小帅刚想去帮忙 没想到地下又窜出一具怪物 男人一下摔倒在地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小美被困在房间根本出不去 小帅试图拿到斧子 而地下不停地窜出藤蔓 眼看小美就要领盒饭 男人不畏艰难地往上爬 一旁的橘猫一脸懵逼 当小帅还想继续时 脚底却已经是在高空一百米 这时的她开始慌了 而房间里也开始出现藤蔓 懵逼的女人有点懵逼 藤蔓正在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往上升 突然一个斧头出现 原来是小帅努力地往上爬 女人一下被对方的诚心感动哭了 小帅拼命地砍着树枝 试图将这些藤蔓全部都给砍光 没想到居然成功了 小帅急忙打开门 可意外还是发生 她紧紧拽住女孩的手 而小美也不肯让对方离开 突然手心一划 男人直接摔了下去 这高度险些让她丧命 小帅的身体开始不断地顺着木枝往下划 划得足足 一分钟七十秒 终于落到地上 可头顶又有一个石头要掉下 男人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等她一觉醒来 发现一个戴着面具的人看着她 原来昨晚的女人是国王的女儿 瞅着通天的藤蔓 小帅决定和他们一起找回公主 历经了七七四十一难 几人终于爬上来 可眼前却出现一群绵羊 等想上前抓住时 头顶却出现一块石头 一下把他们抓起来 等队友想要帮他拿下来时 一只巨人突然出现 直接把他们抓住 接着带回去 好在小帅躲在水里 逃过了巨人的跟踪 而他很快发现了公主 并且将巨人击倒 安全把他带回国王身边 而此时的巨人 开始不断攻击 他们现在必须要找到 留下来的皇冠 原来先皇命令巫师 用神奇种子来研制出皇冠 知道带上他就能控制巨人 于是两人踏上了寻找之路 却在离开时 遇见怪物 小帅将种子丢到巨人的嘴里 而他的身体 一下隐恨西北 突然眼前的巨人停下攻击 原来小帅找到了皇冠 在他的帮助下 顺利地制服了巨人一族 身为一名平民的小帅 成功地和公主结为连礼 并打破了穷人 不能和贵族结婚的规矩 为了爱情 两人过上了不可描述的生活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